大家好,我是manman 今天來到旺角的街頭做甚麼呢? 就是因為看到你上次的影片 有人說想實測香港不同的雞蛋仔 所以在搜尋各大雞蛋仔或平台 發現了九龍區的雞蛋仔有五間特別好吃的 首先不如直接出發吧 這一站就和大家來到新知識的雞蛋仔 黃金鹹蛋黃 鹹蛋黃好像很棒 不如就這個 我去這間裝修也很棒 很多 對,明白了 謝謝 還有印花卡 對 32元 我已經嗅到一股淡淡的鹹蛋黃 隔著口罩 真的非常香 不過老實說 我覺得賣相差一點 但沒計算 你要知道蛋黃有時候燒會比較焦 為甚麼我知道 因為我做過 嗯 裡面沒有那種 它沒有空深層的 整個都是很飽滿 而且裡面你看到它有一顆鹹蛋黃 等一下我怎麼吃其他有幾間 我已經停不下去了 如果五分 我會給三分 三分 味道呢 我都會給四分 因為它不會太甜 而且又真的有鹹蛋黃的味道 味道 對嗎 值四分的 我覺得還不錯 而且我最近吃了一張 皮太硬了 所以現在素化都還不錯 OK 這就是聽聞 是出名的串燒雞蛋黃 這間我真的沒吃過 對 它真的一串串 那豈不是沒有了我那種 很想吃雞蛋仔的 要自己撕出來 一顆一顆那種感覺 那種黑炭朱古力 不如 是不是二十元一串 沒有啦 我車車可以做自己的好吃 哦 哦 謝謝你 他 謝謝你 謝謝你 看到我拍片 可能是我美女的關係 他便快送進去 我想起那些 佛珠鏈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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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其實它很脆 很大顆的 你感覺到它是有些 朱古力流心那種 我覺得它這個設計挺方便 但是我覺得是 挺正的 我論賣相 我會讓它不睡 哈哈 因為叫佛珠 因為我叫佛珠 我覺得是有趣的 就是你這樣加了黃色很悶的 那就是魚蛋 味道呢 我就會給4.5分 如果20元這麼大串 我就覺得比較沒那麼划 它現在是特價才25 20元 它原本原價好像30元 限時優惠 不知道限時多久 好 完 下間 好像很多人 我想其實大家可能都聽過這個名 都很多分店的一間雞蛋仔 沒理由不試 用這些平時大家都會容易吃到的 去做一個 雞蛋仔 我選白鳥茶 綠茶也很早 不如綠茶吧 好嗎 一個綠茶雞蛋仔 價值你25元 其實算起來好像這個是最便宜的 出現了我剛才所說的架頭 它這個位置是空心的 外殼脆 裡面很軟 我覺得最脆的是剛才那間屠珠 它吃久了是有那股 綠茶煤金 外觀 我會給4分 味道我會給3.5分 我覺得是比較普通 性價比我這間是高的 發財 現在就來到新蒲江這個地方 原味雞蛋仔 好便宜 18元一底 粟米蛋蛋 有什麼事 粟粟粟米蛋蛋 沒有放 沒有放 那我要一個 芝士 看到它這個很棒 它說對不起我年紀已經是5G 但是速度和幾億只有2G 就是說它限量的每天 買完就不做了 而且它有做義賣 有幫它捐到兒童癌症基金會 吃了 已經撕了一粒 很脆 剛才撕了一下 很香的芝士味 還有脆的 它不是粒粒的 融出來的芝士 我可能剛才是流心芝士 我幻想中的是 賣相普普通通 3.5分 味道的話 我覺得都會給4分 但是整體來說 可能因為有之前的影響 我覺得它這個就算是少少 但是價錢搭夠 還要移賣 下一間 就位於上天的一間雞蛋仔附近 好了 我已經想好了 就吃這個 橙鮮雞蛋仔 等一下 有流心芝 那不是要一個流心蜂蜜 其實我發過小 我去完日本之後 我不會再夾公仔 不過2元有好味 剛才老闆人跟我們說 原來它這裡有買急凍雞蛋仔 即是我這些 可能收到工之後 過來 這裡收到店 不能吃雞蛋仔 有人想馬上吃 超方便 這個 都可以了 這樣就25元 有啊 它是 吃下去 是一些 應該是一些爆豬 在裡面 但是很甜的 都很甜的 但是是 從那個蜂蜜以來 就不是那個蛋 就不是那個蛋以來 論它賣相 不用說了 那麼漂亮 我給它滿分 味道呢 我會給它 四分 剛剛老闆娘 就叫我們試了 星星的雞蛋仔 它真的是星星 因為它很熱烈地 叫我們試一試 我現在試一試 味道呢 我都會給4.5分 因為我其實很喜歡巧克力的 拿來打卡都很棒 那今天呢 就跟大家吃了 五間不同的雞蛋仔 那我自己呢 就最喜歡是那個 炭燒那個 那個 雞蛋仔 即是無論它賣相 它的脆度 還有它裡面的內容 那個餡 還有流心的巧克力 都令到我好印象深刻 但是唯一它最不好的地方 就是我覺得它 真的很廢 它是比較偏貴 因為平常人家一抵 它只有一串 但是拿來打卡 我真的覺得一流 但是其他的雞蛋仔 其實一點都不舒適 可以的話 大家都可以試一試 不尷尬 大家如果都喜歡我們這條片 記得CLS三部曲 like share subscribe 和comment 跟我們說一說 下一條片想我們去哪裡吃 好西 下條片再見 走先 就這樣吧 拜拜